字幕提供 李卓盛雄 李卓盛雄 殺傭 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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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现在是Q&A的时间 我们欢迎大家提出问题 喂 你好 老师好 我是丹江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 然後我想問的是除了清朝之外 還有其他歷代有對於數學這麼熱衷的時光嗎 之類的 就是會有這麼大一群人去研究數學這樣 OK好 據我知道因為我自己本身的論文 因為我的論文範圍實在清代 據我知道其實在清代之前好像 很少像這樣有官方 就是說像這樣以皇帝領頭有沒有 然後所造成這樣一個學習數學的風草 倒是沒有 據我知道沒有但是就是像 早期但是早期的數學他發展的 的面貌比如說像我們知道宋元 宋元的算學其實也發展得非常好 所以顯然就是數學發展的 的可能性有很多種 有很多種這樣 我大概知道是如此 OK 其實就像那個 這個宋元老師講就是說 像清代那樣子就是皇帝帶頭然後一大群人這樣做 做這些數學研究的事情的話的確在 在這個東亞古代的情況是非常少 古代比較像是就像我剛剛講就是說 他是有那個國家的教育制度然後在 在訓練一群技術官僚 然後要做為了制定立法而服務這件事情 這個是持續都有的 只是他的 他的那個訓練技術官僚的途徑可能每一個朝代是不一樣的 但是就是說像清代那樣子的非常一大群人這樣子 從官方到民間都有人在做這樣的研究情況 其實是我的理解也是蠻少見 那剛剛這個蘇老師也提到就是說那個 像宋元的時期的話 說你會看到宋元的時期的這些 數學家有一些人是當大官 但有一些人就是從頭到尾都沒有當官還去修道這樣 就關在山上然後就 就開始寫數學這樣 所以其實數學的 科學也是一樣那個 那個可能性是非常多你永遠不知道哪裡會跑出來一個很偉大的 數學家很偉大的科學家這樣子 但是你問的問題像那樣子這樣一群人的確是在東亞歷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 謝謝 好那這個禮物我就 第一個 我們歡迎 第二個問題 我是在台灣博物館 我目前是那個 導覽的種子講師 那我要請教一下那個日本那個江湖時代應該他是閉關的 他不對外的 但是江湖時代雖然閉關他的長期是開放的 但長期開放日本人大概要學所謂的藍學 那是黑船時代 所謂學的藍學裡面我們大概知道就是一個一 一個天文 那對數學這方面有沒有我比較 少看到琢磨在這方面 謝謝 其實就是說剛剛您講的很好就是說這個 日本的江湖時代是 的確是鎖國 鎖國其實那個 鎖國的心態 鎖國開始其實他主要是從驅逐傳教士 然後 那個 禁教這件事情開始 還有就是說 他 在那個 戰國時代 安獨傳教士 有非常多跟著傳教士 離開 日本去做生意或者是 新的天主教這些人 那有一些也其實也不准他們回到日本 他一開始鎖國的對象基本上是 是基督教 這件事情 但是他對於跟比如說跟中國的貿易 他仍然是有限度的 進行 然後當然還有就是說在那個 跟荷蘭人 因為荷蘭人比較務實 就是說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來的就是要傳教 這樣子 那但是荷蘭人來他就是做生意 所以說 他們允許荷蘭人在那個長期那個出島那個地方 就是 那荷蘭人來就只能在那個島 可是 中國的商人 到了日本 是可以進到日本本土 他不是只有在出島可以進到日本本土 那 剛 我舉的那個例子 剛好那個例子就是 那個算了的例子 要用三角函數結 書裡面其實沒有提到他要怎麼結 但是 用三角函數結對於江戶時代來說並不是太奇怪的事情 是因為 在江戶時代其實那個 那個 他們 不只跟歐洲人學天文 他們其實跟中國人也學天文 剛剛提到的梅文鼎 那個 那個力算全書 力算全書其實在江戶時代就進到那個 就進到那個 這個日本 然後還有 漢裔的幾何原本 就結尾門前六卷 那個徐光起立馬鬥的那個版本 也進到日本 那當然都是透過 透過中國 透過中國跟中國的貿易進去 所以他其實是有進去 那 所以就是說在那個 江戶時代立法改革的這個過程裡面 他其實 很大一部分 數學的部分是因為中國人已經先 把西方數學消化過一遍進去 那 但是其實那個很多立法的原則 他基本上還是東亞傳統立法 他其實沒有完全就是 就是 都放棄 都放棄東亞傳統 比如說 大家都知道我們 其實到明治時代才改洋立 在之前他還是用 雖然說他跟中國是用不同的立法 他跟中國一直都是 不一樣的立法 他沒有奉中國證書 可是那個立法的制定的原則 就陰陽合力 二四節氣 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東亞傳統 所以就是說 數學的部分 回答你的問題說他其實是 透過中國 他除了直接跟 這個 荷蘭人學習之外 他其實透過中國 也學到了很多西方數學 我們歡迎第三個問題 大家好我是長庚大學的邱昀如 剛剛老師有提到說 蒜籌比 蒜盤厲害 就說好像說蒜籌還可以開根號 好像還可以做更厲害的 的運算 那因為我不太 不太懂那個蒜籌他到底是怎麼算 為什麼那麼厲害 好像開根號還可以做更複雜的運算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西方他們還蠻早就用阿拉伯數字 在做數學 那我們 中國這邊什麼時候才開始用 阿拉伯數字 才 用到 我們的數學上面 蒜籌的操作 這是非常困難的技術 這個是很專門的技術 就是說 你現在如果給我排 我其實也不是 不是很會排 說實在 但他的 他基本上那個感覺是一個 機械式的運算 就是說 你其實不用 不太需要知道 背後的原理 你也是做得出來 你只要有那套 Algorithm 就是你把那套 演算法背起來 就是你遇到什麼事後做什麼事 遇到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 那你就可以找出那個方程式的數字結 他就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寫程式那種感覺 就是說 你現在也是一樣 我們給你一個高式方程式 一個五式方程式 六式方程式 電腦要怎麼結 電腦也是用 也是找數字結 但他有不同方法找數字結 那當然他 他有帶一點常識錯誤成分 但是不完全是這樣子 那他用 他用算酬把方程式的 係數排出來 然後對係數做 那個霍納法 綜合處罰 就高中學綜合處罰 其實你就是用綜合處罰去 把那個方程式化檢 然後化檢化檢化檢 然後再配合綜合處罰 去把那個方程式的數字結找到這樣子 我可以稍微補充一下 剛剛那個 音教授說的那個 像那個 那演算法概念就很像 其實開封 不知道老師有沒有記得就是 因為我們小時候 會學到現在 現在沒有在談了 就所謂的直式開方法 結果我隨便跟一個數 我基本上還是可以做直式開方 用筆算 我們那時候用筆算 那種感覺就很類似這樣就是 其實我們在筆算過程中我們也不管 為什麼這邊你要 為什麼這邊你這邊雇一個數字之後你這邊要寫兩倍啊然後繼續往下 怎麼算那個數字他其實 那個算籌的概念跟這個非常像這樣 對 那至於你剛剛說那個阿拉伯數字啊其實 阿拉伯數字應該蠻 就是你莫清楚應該就 就是立馬都應該就進來了 對只是說沒有我們我們還是習慣用 用那個我們原來的那12345寫 對 對 嚴格講起來沒有接受他那個符號那個那個Numeral那個那個數碼 沒有沒有接受 一直到 清末的時候那個教會學校 教會學校自己編寫的數學教科書 才開始使用 那麼中國人 開始全面的接受 阿拉伯數碼跟他的 演算法則應該是大概1905年之後 大概全面的廢科局 然後設立學堂開始 開始使用自己編寫的一些數學教科書 才開始全面的使用那個阿拉伯數碼跟他的演算法則 不好意思我再順便這個補充一下就是說 那個 在中國的情況是1905年被科局之後然後 那全面改 改就是改那個教育制度這樣子 那在這個在日本的情況是 那個 就是明治維新的時候明治維新開始後來 我忘記是明治幾年就是 在剛開始就開始說 費用核算改用洋算 就是說他其實是 就是說傳統的這個日本數學他現在就是不在學校教 那新式的教育 就大概 所以就是 18大概1870年代開始 日本就採取新式教育 那就開始這些 這些應該是那個時候阿拉伯數字進去這樣子 那所以後來到 到1895年之後 這個 日本在台灣殖民的過程裡面 他其實有把一些這些新式教育帶到台灣來 那朝鮮的情況就是 在1895年之後朝鮮 在很大一部分是被日本控制 在1910年的時候成為日本的殖民地 但其實在 1895年就有一個甲午更章這件事情 就是 就是甲午戰爭之後 其實1894年是甲午戰爭 然後就是 其實那個 他就 但是到1895年他們還是叫甲午更章 就是說那個時候其實就有很大量的政府制度的修改 雖然教育制度還沒有改那麼快 但是到殖民之後 大概就是 完全照日本那一套的這個 殖民體制然後使用這個 這個稀釋的數學 類似學校跟司徒關係的體制是在 康熙才開始還是過去就有曾經有這樣的 這樣的 類似的教學的過程 我想問 這個 如果你是說官辦的學校的話 我先說一下那個 康熙的那個算學館 他那是一個臨時機構 就剛我說那個算學館他其實是臨時機構 就是說 等他那個 綠綠綿綿綿 那套書編完之後 阿琪就解散了 這其實有點可惜 但是就是說 你如果在那種 官辦的學校像國子堅裡頭 他其實以前都還是有數學的學習就像剛剛那個 殷老師說的就是他其實在我們 就他其實在 在以前的科舉資料裡頭其實還是需要學校這些算學 所以其實以前的那個官辦的學校像國子堅裡頭也會有 那像我知道的是像到 像乾隆 雍正 雍正乾隆之後他們其實就在 有在國子堅裡頭另外有成立算學館 就類似這種算學館這種 這種機構然後他就會教那些巴企啊蒙古啊那些子弟有沒有 就在他們算學 只是說 教了算學之後他當然他出來當官或者說出來有機會謀生的那個條件不是那麼好 所以基本上他們也不太愛學 是這樣子 對就不像 不像說康熙那時候好像弄得非常的轟轟烈烈這樣 我知道的是這樣 我補充一下就是說那個 官辦的教育是一直都存在是因為他必須要訓練技術官僚 所以在 在不同的朝代他都要訓練一些技術官僚來進行這個 天文立法的這個測算還有編制這些事情 那但是你剛剛講那個師徒字其實很有趣就是說 你看那個中國古代的非常多數學家 其實是找不到師誠 就是我們不知道他是跟誰學的 還是就是突然有一天上帝跟他講一句話對他吹一口氣他數學就變得很好 我們真的不知道 就是說他就他就我們知道他寫一本書那本書裡面很大量數學內容 那有的人有說啊我是看哪 之前的哪一本什麼書然後我把它 我把它 讀完之後我就寫 有些就是沒有他就是 他從頭到尾寫的都是他的東西 這樣 所以我們其實不知道 就說 像 像那個日本那樣子有流派這樣子然後有非常明顯的失誠這件事情 在這個中國的歷代的王朝跟在朝鮮其實是不容易看到這件事情是蠻有趣就是說 我們看到很多情況是說 政府訓練出來技術官僚他基本上大部分是技術官僚 當然就是說偉大學者本來就是很不容易出現不管在任何一個地方就在民間在政府都是不容易出現 所以訓練出來這些技術官僚他們其實 就是說我們稱呼他們為數學家很重要是因為他們以數學為職業 但是他不見得會有什麼很 偉大的創建這倒是不一定這樣子 那反而是就是 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某一個人他寫一本很厲害的書這樣 所以就是說 詩竹字這件事情我們我們有時候也覺得很有趣啊就是說 這些這些人到底是跟誰學 就是還是說他自己想 有時候因為史料太少我們其實不知道 那個 其實 中日韓的這個數學發展 的一個 比較是很有趣的 最有趣的地方是 流派之間的一個競爭 似乎在日本是非常顯著的一個歷史現象 那這個基本上連結到科技制度 在 中國跟朝鮮 明清兩帝國跟朝鮮 這個地方 他一方面當然他發揮了一種 官方的這種功能就是他培養一些 最基本需要的一些技術官僚 可是呢 在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看不出來就是說一個人是基於一種強烈的好奇心 我就是為了要學數學 我喜歡數學我就好好的學數學 換句話說在科技的需求之外科技考試之外 似乎沒有人 像日本人那麼專注於數學 我們最近看到一些笑話 就是有些人會說 沒有所謂課內書課外書的差別 書本就是書本哪有什麼課內課外 換句話說科技會前置你的思想 你只讀課內就好了 不可以讀課外 讀課外 父母親老師都會干涉 那這個其實是遏止了意志的所謂的 我們對知識的一種好奇心 那我們覺得日本人在這方面是走在前面的 我覺得科技制度對他們來講 沒有發揮 某種所謂的積極的作用 對他們來講反而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從今天他們兩位的一個 講解 似乎可以看到這一點 我們希望大家 共同來 來這個想像發揮想像 讓這個中日韓的數學故事會更有趣一點 那今天我們就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 謝謝